Anthony Edwards跟Luca Dantich的卡架 已經開始死亡交叉 你準備好了嗎 底下我們有更精密的分析 一家團猜的卡片 猜出Mexi 還有Luca 還有Moneyama 還有蟻人 還有Namellobo的101星雲 這到底內幕又是什麼 今天我們都會在5月的卡式新聞 分享給大家 Anthony Edwards 從之前很少這個太陽之後 現在可能絕金都可以把它拿下 很多人都覺得絕金跟灰狼 幾乎是西區的這個冠軍前哨戰 所以大家能夠為什麼會這麼的期待 Anthony Edwards 除了這些球技 他的狂得分之外 Mentality這個Mamba的精神 也是非常的重要 一張普卡已經值比400塊 Luca Dantich現在的卡架 從500甚至現在到了250左右 已經做了黃金交叉 尤其是現在Luca Dantich 第二輪還是一樣 可能沒辦法突破的時候 還有他的這個腳的傷勢 24歲的年齡 也讓這個卡架完全就慢慢的集中 到這個Anthony Edwards 大家一定會想要問 那Anthony Edwards 到底現在值不值得買進 如果你現在覺得他能夠到西爵 跟這個總冠軍的話 尤其是到總冠軍 那就值得再買 因為他到總冠軍 絕對這個價錢再往上翻 但是如果你覺得被Nuggets 給倒轉逆轉的話 這個價錢直接被腰斬 所以這個卡架在這個季後賽的時候 震動是非常的大 這個卡架其實是非常非常理性的 他轉換成數據 剛剛就跟大家講 你們去看SGA的這個 普卡Prisen的表現 再看LucaPrisen的這個表現 然後再看這個Anthony Edwards 然後再把他的年齡 跟大家的期待 覺得誰有最有機會到西爵的這個冠軍賽 或者是打到總冠軍賽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數據都已經摻雜在裡面了 如果你覺得他可以走得更長更遠 甚至拿下總冠軍 哇這個好難哦 東岸也不是吃素的 雖然那個東岸的這個比賽 看起來真的是也是很熱血 看到紐約尼克這個教練 繼續這樣子操人 我真的都很不忍心啊 這個又是要直接保送綠軍 真的綠軍每次都是吃軟 是直到這個總決賽 總決賽就是因為這個Mentality不夠 所以就讓他們覺得 哎呀這個Tayton的卡架 讓大家越來越沒有信心 講完了這個季後賽的PRISON價錢的震盪以後 BLAZE這家團差卡片 一個月內幾乎每個禮拜都出了這個 101的Nubila新人 先出了Mepsy的101這個Nubila 聽說也要二三十萬美金 再來出了Lamelobo 對Lamelobo以前可能一出來也是三四十萬美金 但是現在出賽都有問題了 所以我認為可能10萬美金應該就會很恐怖了 再來直接出了藝人 Anthony Edwards的1 of 1 星雲 天啊 這個整個炸鍋 整個卡式炸鍋 尤其是台灣人中的 而且他那時候還坐在我車旁邊 我們接下來會有進一步的這個這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 好很開心我的朋友旁邊這個牆著 真的中了1 of 1 然後這家團差卡片還繼續才拆了1 of 1的 斑馬Nubila 初步估計至少也要55萬嘛對不對 之前的SHIMER都已經55萬美金了 所以他們連續出了這麼多的這個破千萬 台幣破千萬 這個美金是破50多萬的這個美金 真的是不容易 那他們到底用什麼樣的策略呢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團差其實有分兩種 兩大類 第一種就會是直接選隊 因為其實在美國每一周都有支持的這個 家鄉的隊伍嘛 所以其實選隊在對於這個美國每一周其實是很好銷的 對於這個Worldwide的這個網路賣法的方式 其實一下是可以抱團的 但是這個東西是2021的舊的product 那相對的就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就會他們就用一個方式 就叫做random team 也就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能選隊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灰狼Timberwolves 就是最好的那一隊 所以他把這個random team直接算出來 每一隊只要400塊美金 其實很不便宜 因為如果依照這樣子計算 其實光Timberwolves都要花到2000多塊 3000多塊 大家說不給你選 就是給你隨機中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難 你要天天買對 如果你要天天花800塊美金 然後隨機抽 而且這個抽中的機會是15分之一的話 如果你覺得是天選之人 你就去選吧 嘿我真的也參加了一團 我真的很想要那張Wine of One 但是我猜了 雷打到海南吧 哇沒想到我的朋友真的就這樣中了Wine of One 所以這個團猜組就非常非常聰明 你們都想要拼Wine of One 沒錯 我在你們中新人的星雲Wine of One 我全部都加滿9000塊美金 哇所以你不用考慮賣卡 你只要中了這個Wine of One 就有9000塊美金耶 然後再來如果你中了Anthony Edwards 我直接給你25萬 所以他們在這所有的這個獎金的誘惑下面 哇這個團猜他們說我們準備了100箱 而且跟你們講這4年前的產品 還沒有出過蟻人 還沒有出過Namellable 還沒出過Halliburton 還沒有出過Mixing 沒想到他們全部一網打進 開到50箱後 全部都開出來了 只剩下Halliburton 然後剩下的那50箱就賣不出去了 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哦原來他們非常有企圖心 先去市場外面收了100箱 然後確定說這個蟻人這些大咖的星雲都沒有出來 然後跟大家去廣泛的賣這些卡片 告訴大家這個利率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你要有這個貨源 你還要保佑 大家不會在第10箱 我第20箱就把蟻人猜出 不然你絕對了錢 因為大家後面的90幾箱 你絕對都不會想猜了 哇這個對賭真的是一場豪賭 然後再來他們猜完了以後 直接就跟他說 欸我們現在還有Nubila斑馬喔 哇又開始瘋狂亂猜 搶著我朋友也是一樣有參加 結果也是這樣直接錯過了齁 猜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過癮 尤其是猜這種限量比較少的Nubila 非常的容易中 但是能不能拿到 你可不可以拿到馬刺隊 你可不可以拿到Timber Woods 真的這個就是你天的命喔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 還是一樣十讀九書 猜卡量力而為 真的是羨慕這個50萬美金的富翁 好這個就是所有這個Bless 他們團猜的整個策略 在這個卡圈整個非常的振奮之外 我們台灣又多了一個這個 Anthony Edwards最高檔高檔的搜查